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感谢大家来到砖头的主日特辑节目时间 现在是因为这个手术也好 怎么也好 这个主日特辑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 给大家说成对不起 抱歉 那咱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 是起因是来源于网上的一则视频 等会儿我给大家来播放 就是中国人集体参拜毛泽东的一个视频 我们由这个话题来说开去 我们来聊一聊偶像这个东西 以及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 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看起来已经非常熟悉的 非常通俗的这个词 实际上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应该要警惕 应该要注意 应该有更多的理解 那么开始休市节目之前老中常谈 本期内容还有大量基督教信仰内容 请您请继续观看 或者不要观看 以免对您造成不适 好了 咱们废话不多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小视频 我就不放声音了 我们一边说 一边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人在12月25号 或者说12月26号一开始 去了毛泽东的老家去进行参拜 整个的画面啊 你甚至可以在一些其他的视频当中听到 比如你看这段 这段是听到他们对于毛主席的那种思念 毛主席啊 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人民不舍 毛主席永世 好青 总监 版 子华 萱 North 你看这边 evaluated 好正儿 这样 记得 呢 研究 科研 还要 打 毛主席 你的人民 看你来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看 这都是你的人民 怀念你的人民 来来跟我试一试 都拿起来 不要拿下 你打开了吗 打开的 罗子的不要点 好 我没有奉行 你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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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我 我 对 好 我 他没生在12月25号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个节日都被玷污了 很多中国人对于毛泽东 那是无比的崇敬 但是稍微到墙外 你能翻墙出来 或者看了一些真实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 躺在天安门广场中间的那块腊肉 他是中国人近代最大不幸的缔造者 咱们昨天在时评区聊这个时评的时候 聊这个接受外国疫苗的时候 还专门提到过他当年怎么拒绝美国 拒绝苏联的粮食援助 对吧 所以理论上来说 中国人正常的人应该是不应该 就是说对他有任何的期望 或任何的一个崇拜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 费姐姐在这里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去崇拜他 难道真的所有的中国人 都不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吗 这个是符合常理的 所以由这个概念引出 我们今天对于偶像的一个解读 班要知道偶像是什么 很多人说 谁是我的偶像 对吧 在世上上当中 歌星可以是偶像 求星也可以是偶像 很多都可以变成偶像 但实际上在圣经当中 神上帝明确说 你不可以拜偶像 所以什么是偶像 其实我觉得这个偶像的存在 是指的是除了真实的 创造人类的造物主之外的 寄托人类的敬拜之情的那个东西 不管是物是人是抽象的 是虚拟的或是什么东西 它都是偶像 偶像的概念是很宽泛的 实际上来说 在圣经记载当中 比如说在耶稣基督时期 当时的希腊 对吧 当时那些人 他们去崇拜各种各样的神灵 包括甚至还有一个未知之神 他们生怕 随奋断的时候可能随歪了 专门给一个未知之神 也要立一个牌位 要去敬拜他 所以你会发现 人类这个物种特别的神奇 即便那些无神论者 这个是很幼稚的一群 这个一群一群人 稚嫩的一群人 他们认为说 这世界没有神 但是他们却无法解释 人类从灵魂深处涌现出来的 这种崇拜的需求 是从何而来 很神奇 你看现今的人类 很多不信教的 现在信基督教的是少数 那么这些不信教的人 你会发现 他的崇拜之情少了吗 并没有 只不过可能是某一个求星 取代了原本心目中 那个神的位置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对吧 现在梅西带领安安廷夺冠了 现在全世界那些纹身师 累得手都要抖了 为什么 大量的求迷 迫不及待的 要把自己的偶像闻在自己的身上 尤其是举起大了一身碑的那个画面 要闻下来 他们要表达自己对于这种 自己心目中喜爱的 称为偶像也好 不称为偶像也罢的 那个事物的喜爱 包括平时咱们小时候也都经历过 哪个歌星 你看那些女粉丝嘛 对不对 好好好 我不行了 这个歌星我太爱你了 昏倒了 为什么 那种状态包括很多的事情 那就是把这个歌星当成他生命中的唯一 当成神来敬拜 来尊崇 来喜爱 所以你会发现 人这个物种特别的神奇 你把它放在一起 这些人一定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对吧 好不容易从埃及地逃出来之后 还没怎么样呢 先把首饰都收集起来 融出一个金牛毒来 他要拜 那个带他们出埃及的云柱火柱的神还在呢 他们就要给自己造一个偶像 要看得见摸得着 然后他们要拜 要满足他们内心的那种欲望和需求 所以人类天生 你说无神 无神人怎么会有这样 这种灵魂深处无法抑制的需求 所以人是有崇拜神的需求的 但是呢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叫提着猪头 拜错了庙门 中国有很多 类似这种敲壁话也好 这种谚语啊 还是很有一定的道理和生动的 虽然上帝不需要那个猪头 咱们先说过 也不需要猪头去交换你儿子的状元 或者给你生儿子 或者你的什么其他的一些需求 但是中国人呢 确实有存在这种现象 提着猪头 他拜错了庙门 有些人他们很敬钱 但是他们却没有选择对方向 当然 今天我知道看咱们视频 主日特级的朋友 有一些是信主的 有一些是不信的 还有一些是信其他宗教的朋友们 这一点呢 可能对你们会有一点冒犯 但是抱歉 我这些节目说了嘛 是不是说这个 还有这些内容 如果您感到不是的话 您就别看 我们必须要提到的今天 正好在赶上 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我们需要知道 今天那些中国人 那些去敬拜毛泽东的 那些愚蠢的中国人 他们是如何把毛泽东当成偶像的 很可笑 对吗 但实际上我们生活中 有些很多年轻人 把那些打游戏打得很好的 称为大神 把那些他喜欢的女孩 漂亮的女孩 称为漂亮的那种 女孩称为女神 把很多很多东西 在事实上 凌驾为上帝 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之上 他同样也是在拜偶像 不是说拜偶像 您必须得烧香磕头 才叫拜偶像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上帝说 咱们每周日要聚会 但是有人会说 这个周日我就不聚会了 因为我的女朋友 跟我要去看演唱会 我不管你爱不爱 看那个演唱会不说 但是在此时此刻 你的女朋友 就短暂的成为你的偶像 凌驾在了 你的这位上帝之上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咱们就不一一列举 浪费时间了 所以你会看到 偶像的崇拜和偶像的堕落 很多时候是来源于 我们对于这位真神的无知 你会发现 其实一个偶像 比如咱们举个例子 马克 不是马克思 随便说错了 马斯克 很多人其实也崇拜马斯克 就是特斯拉那位老总 最近买了推特那位 你会看到 很多人把马斯克 视为一种天才 是一种完美的天才 人类的拯救 他的技术如何如何好 可是你会发现 最近的一段日子里面 随着马斯克收购了 这个推特之后 他更多的表现 他自己的性格 你会发现 之前的很多人 所崇拜的那个马斯克 不过是被媒体包装出来的 就是他说的一些 别人会感觉到冒犯的话 媒体会不说 他说的一些比较有锐智的话 媒体会给他拨出来 所以造出了一种 马斯克很了不起 很伟大的这样一种形象 当然它客观 事实上造成了很多的成就 我们必须要承认 这必须要说 但是很多人对马斯克的崇拜 是来源于那种包装 当这个包装的伪装置 撕去之后 马斯克 最近为什么很多人投票 让他不要再管推特了 就是他打破了很多人内心的 那种期望 因为你看到了真相 所以其实很多偶像也是如此 有一些明星 远观 哎呀 我爱的不行不行了 你接触了之后 他的私生活 他的很多东西 一夜崩塌 对吧 比如当年爱拍照的陈老师 是吧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 他跟那些偶像恰恰相反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把他的喜好 他的理论 他的逻辑 他的看法 他的期望 他的一切都写在这本圣经上 然后展示给所有人看 他不怕人去接近他 对不对 他把圣经写出来 告诉过你 你们去了解我 你们去了解我 你们要不要跟随我 对不对 这是圣经神的 给我们写的书信 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 悲哀的和讽刺的事 有很多的人 甚至很多在这里抱歉 可能要得罪一些弟兄姊妹 你们信主信了多少年了 你们有没有把圣经 完整的读一遍 没有 对吗 你们到底是怎样来信这位神的 是不是也把他当成一个偶像来信 是不是也是把他供在那里 求他保佑你 求他保佑你 吃喝不愁 安居乐业 而我们这位神不是这样的神 他是传道的神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他传承的是一种思想 传承的是一种价值观 一种状态 一种使命 而这些东西需要你去了解他 你都不了解他 你却跟别人说 我是基督徒 对 你可以是基督徒 你也可以这样自称 但是真正的你配得上 或者说我吧 这么说 你也不好听 我 我也经常门心自问 我配得上神给我的赐福 我配得上神给我的拯救吗 答案很简直 我不配 所以今天我在今天聊这个话题 就是我为什么把去敬拜毛泽东的这些愚蠢的人 这个视频要放出来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那样的愚蠢 饿死几千万中国人 让中国人多么的痛苦 当年差点让整个中国人吃核弹 这样的一个玩意儿 居然有这么多人愚蠢的去敬拜他 而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神 我们甚至自己 更别提其他人 都没有好好地去了解他 去探寻他 去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就这么说 我们今天喜欢一个姑娘 看上一个妹子 或者你看上一个帅哥 你都会去打听 她喜欢吃什么 她喜欢喝什么 她喜欢听什么歌 她喜欢看什么电影 这个姑娘的爱好是什么 你都会去打听 去花心思去琢磨 下次约会的时候 我们去哪 如何能要到她的微信 跟她聊天的时候聊什么 那我们今天这位创始成中的主 难道不值得我们这样去做吗 甚至对吧 昨天圣诞节 我们固然是对吧 我们晒很多吃的是晒的美好 对吧 感恩上帝给我们的赐福 但是有多少人 甚至一些传道人 甚至一些牧者 他们一年到头天天晒的 都是这些东西 都是在好处 但是他们有多去了解这位神 有多分享出来神的话语 给那些需求的人 没有 我这样一个 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逛荡的一个草根的 一个传道者 我不是牧师 我也不是什么体制的 什么什么金星会 我都不是 我就是一个草根的 至少目前为止 我就是一个草根的传道人 还是自封的 自愿的来分享我的东西 有多少人 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 却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信主多少年 却没有去了解他 我们至今甚至咱们说的更过分一点 更极端一点 更扎心一点 在有一些地方的 有一些姊妹 弟兄姊妹 我接触过 在他们心中 你把耶稣基督 换成如来佛祖也好 换成太上老君也好 对他没有区别 这样的信仰是否是我们要的 那样的状态 是不是跟那些拜毛泽东的人 是一样的蠢 我认为是的 很抱歉 可能说到了一些人 但是真的很抱歉 这个有些道理 说理不讲不清 要想把道理讲清楚 有些东西可能就不可避免的 会对一些人的感官造成一些冲击 我从情感上 跟这些人说抱歉 我不想伤害你们 但是从道理的方面说 这个话我非说不可 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我不想说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这个主日特辑 给大家说的这么沉重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 偶像这个东西 它是如影随形 生活在我们周边 整个世俗的文化 也把偶像庸俗化了 普通化了 平常化了 我们已经不觉得围棋了 但是我们要记住 圣经里面说了 你不可拜偶像 不管这个偶像是什么 哪怕是一个虚构的耶稣基督 就是我说的虚构 不是这个说 这个耶稣基督是虚构 是那种虚构的 用画像 用雕刻 用什么做出来的 那些人手所造的 那些都不是 都不是我们心的这位主 你要记住 在圣经里面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而今天这个道 在圣经里面 去探寻 去了解 去接近 去向他祈求 他应许我们 祈求得多的刀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他开门 这是我们这位活神 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要学会 抓住他 好了 今天的主日特辑 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在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 或者有任何的信仰的疑问 都可以在我们的 主日特辑的评论下面 进行回复 那当然 如果说是一些 其他的问题 请去一步去 时评区 我们在主日特辑的评论下面 我们只讨论 信仰相关的内容 感谢弟兄姊妹 我们下期主日特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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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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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